都是违反民主政治的基本的原则 不符合宪政的精神 所以在我们的任内 我们会修正以上不符合人权保障的规定 集会游行应该报备之 不需经过主管机关的审核同意 也要限制警察的解散权 那么这一些是一个基本的人权 我们会尽力做 请宋楚瑜先生回答 时间是一分三十秒 您提到的两个问题 我觉得我们是一个现代化的民主国家 台湾之所以可贵 是我们所有的这些相关法令 对人权的保障都应该要落实 去好好去做好 至于您所提的叫做人权委员会 现在总统府所有的这些功能 很显然大家都还有很大的期待 应该去加强 但是如果要去按照 过去有一些团体所推动的 变成一个有相当独立的一些职权的话 可能必须要跟现行的很多的法令和规章 要加以一个协调 但是整体来讲 如何去强化现有的人权委员会的功能功能 督导所有的公务人员能够落实的 来以人为本的进行施政 照顾人权 而且是从不同层次的去照顾人权 我们应该去加强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就是关于极有法 确实应该要去修正 但是我主张就是对于大型的集会 应该采报备制 但是其他的很多的细节 应该彻底加以修正 第三个 我也特别在这边强化的 强调的 就是应该继续转型正义 还原历史真相 那就是成立真相调查委员会 对过去的不幸的事情 给它还原历史真相 而不是去清算是还原历史真相 请马英九先生回答 时间是一分三十秒 谢谢台权问这个问题 总统府人权咨询委员会的成立 基本上是征询了各机关 跟许多民间团体的意见 因为如果要成立一个 既有独立性 又能够有单独预算 同时还有调查权的人权委员会 会跟目前许多现行机关 包括监察院法务部 检调机关会重叠 因此我们先从人权咨询委员会开始 先从人权政策 跟人权报告着手 现在我们成立了一年 人权报告初稿已经出来了 现在正准备翻成英文 并且召开公听会 由国内外的专家一起来审查 这个是完全依照巴黎原则 跟联合国的格式 所提出来的第一份人权报告 所以我觉得人权咨询委员会 目前运作的状况 还可以接受 将来再从这个基础上 再看如何改进 至于说极有法 我在在野的时候就提出来 要修改成报备制 我上任之后就提出的草案 就是报备制 可是很遗憾的 在立法院的民进党不接受 他要废除掉 那废除就有问题了 因为集会游行 一方面要保障 一方面要限制非法的 这两个中能都有 能够把它改成报备制 已经算是全世界很先进了 集会游行法里面 有关违宪的部分 前几次大法官的解释 都已经删除掉了 所以我们希望朝野 赶快就集会游行法 完成协商 如果来得及的话 也许在一月份还有机会 请248农学市集召集人 杨如门先生提出第四个问题 星期二立法院通过土地征收条例修正案 在场三位都没有提出反对意见 也不愿意提出在条文之中加入公平争议公益原则 在此表达农团对各位的查查 以下是提问 在总统府前种菜的可能 在卡达格兰大道跟重庆南路交叉口的两侧的停车场 变成农田种植有机无毒的农产品 用总统府带头示范接近土地 把收成的菜提供给在地的小学当成营养午餐 也推广孩子从中小学读书的时候 开始接触土地吃在地的食物 各位愿不愿意何时开始 谢谢 请宋楚瑜先生回答 时间是一分三十秒 确实像杨先生所提的 土征法第一条开征民意就说 要实施土地征收的 要确保我们增进公共利益的这些事情 确实这条的修正对人民是不是有直接的感受 我们大家确实有不同的见解 我基本上觉得您所强调的土地征收 必须要重视公平和正义的原则 我完全同意 但是现在我们的征收是不是有这些需要 程序上面合不合正义 这个在执行层面上 确实有跟这个人民有很大的落差 但是您所提到的另一个问题 就是要在现在的我们刚刚加过 包括总统府这些地方 要去种植您所说的这些农产品 我觉得事实上有困难 而且我原则上也不尽然完全同意 但是您所说的另外一个 我们应该对于在地的农产品 能够在营养午餐和很多的地方来推行 如果7-11它都可以做得到 为什么政府做不到 我们就是表示说不用心 没有去好好去照顾这些有机的这些农产品 照顾我们农产的这个升级和未来农产品的这个发展 农民是弱势团体 需要照顾 而且是要有计划的全面性的来改革 我非常认同您这一点方向 请马英九先生回答 时间是一分三十秒 杨先生提出来这个构想 我觉得很有创意 我很愿意跟我们同仁一起来思考一下 当然了 在都市里面 尤其在总统府的前面 能不能够顺利的进行你所做的建议呢 还需要做进一步的评估 但你这个构想 我基本上是很有意义的 也就是说让都市人了解做农的辛苦 以及农业可以给我们的国家 给我们的社会带来什么样的效益 很多人觉得农业好像不重要 比不上科技 比不上其他的产业 但是我不是这样看法 农业的产值虽然不到我们GDP的2% 但是农业它不管是生产 生活生态都有非常大的效用 所以我花了很多时间 希望能够振兴农业 今天我们台湾农业的出口 比过去增加了相当的多 同时呢 许多没有办法出口的农产品 现在也有机会出口了 那么我就 所以我觉得 我们应该把农业的真相 让大家知道 把农民爱护土地那一番热情 让其他的人民知道 尤其是把哪些农产品 能够透过科技的方法 找到它更亮丽的未来 这些如果能够透过 你刚刚所做的建议 在台北市找到可以种植的地区 你像花博 它也曾经有种过空心菜 或者其他的让大家看到这些农产品 在我们生活当中所扮演的角色 所以我觉得这方面 我很愿意找农委会跟相关的团体 包括您所主持的团体 一起来思考 一起来找到解决之道 谢谢 请蔡英文女士回答 时间是一分三十秒 我想这个礼拜通过的这个图征法 民进党团并不满意 也是反对的 因为他没有提到这个征收的程序正义的问题 还有要把这个征收的这些条件的公益性 要有很高的公益性的要件 也没有放进去 所以对这部图征法 我们基本上是觉得不足的 我们也觉得不满意的 那么除了图征法之外 其实农业土地的使用 其实国家要有一个整体的政策 我们计划对于台湾的粮食的安全 要做一个总评估 对于台湾的粮食的安全前提下 我们有很多的粮食的农田 我们要保留下来 那么给予农民堆地的补贴 让他们的土地不要被征收 不要因为工业的使用 其他的使用而被征收 那么其他的要征收的 我们强调的是程序要公平 要跟我们被征收的对象 有一个沟通的机会 至于新型的农业 是我们下一个世代最需要的 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 注入现代的成分 注入到青年投入的成分 所以我们对于下一代 对农业的教育 其实是非常重要 让他们能够体验到 农业对这个社会的重要性 不只是在经济跟粮食 在社会的稳定 在国家的安全 都是很重要的事情 第五个问题 请台湾环境保护联盟会长 王俊秀先生提问 三位好 我对于今天我们环保团体 推出的第四组候选人 台湾黑熊跟黑面疲露 不能出席 表达遗憾 请三组多多照顾 第二点 想两个问题要请教 在座三位候选人 请问我们国防部 适不适合 转型成为地球防卫军 捍卫地球环境 支持救灾 然后彰显真正的两岸和平 跟地球和平 第二点 请问台湾环境的主权并不独立 能源主权 粮食主权 跟碳主权 都在外国手里 请教各位如何找回 环境主权的过程 要不要推动 gross national happiness 然后创造立地 台湾的新产业 最后想要请教马先生 福岛灾变之后 梦艳已经造成很多人的梦碎 你又宣布 新建核四 2016商转 已经违反环境 环境基本法23条 那各场有16000个燃料棒 加上600万人加30公里的逃命圈 让台湾成为高风险的国家 也就是亡国灭倒的候选国 另外一个看不见的风险 是有关严重的电磁波公害问题 所以想要请问各位的对策 并请你们承诺 请你们用什么来保证台湾的人民的安全 让梦艳成为梦想 让人祸不会再发生 以上 请马英九先生回答 时间是1分30秒 郡秀兄 你主张把我们国军改成地球防卫军 我觉得就灾害防救这部分 我已经下令把灾害防救 作为国军的中心任务 所以现在的军官不但要 其实有正常的建军备战 还需要做灾害防救的训练 但是大概不可能把所有人 都来做这个工作 我们国家防卫的工作 还是很重要 另外您提到我们的环境主权这些问题 我们会加强这个节能减碳 等到我们把这些工作做到一定地步的时候 我相信国际间会对我们另眼相看 辅导事件之后 大家对于核能非常的担心 我们都非常了解 所以我们在制定核能政策的时候是强调 第一是确保核安 第二是逐步减核 第三是打造绿能低碳环境 最后是逐步迈向非核家园 您提到环境基本法第23条 也是说逐步达到非核家园的目标 目前我们会